在昨天下午宜蘭的原山山坡城路段 有一輛造車 它竟然是失速 而且高速地衝撞了兩名路人 兩名男子被撞飛之後緊急送醫 但是因為傷勢過重 接連宣告不知 男子躺在單架上 胸口隱隱作痛 神情看起來相當難受 不過意識還算清楚 19號下午1點多 證明男子闖了大禍 當時他開著轎車 行經宜蘭 原山坡城路 高速衝撞兩名路人 無辜受害的兩位民眾可沒這麼幸運 其中一人噴飛後摔進水溝 另一名男子撞到擋風玻璃 跌進副駕駛座 右腳嚴重骨折 血流不止 送醫後都宣告不治 我們去判斷啦 速度一定很快 人就覺得 我就說不要再看 我知道走在旁邊 我知道很嚴重 很嚴重 目擊民眾回鄉器案發過程 還是心有餘悸 這兩位路人 當時到附近探望朋友 事發前還說說笑笑 想不到下一秒 竟然天人勇格 駕駛初步排除酒駕 至於是什麼原因 導致車禍發生 還有帶警方進一步調查釐清 駕駛勢必得為了自己的失誤付出代價 記者綜合報導